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香港的文人跟这个大陆的文人不太一样 跟北京的文人不太一样 就是他没有架子 就是我要能开个牛肉面店赚点钱 我就开个店 对吧 我要能代言个什么 能够给我点钱 有钱干什么不赚 好像就是不像这个北京的文人 他往往觉得 你觉得你是哪儿的文人 你是哪儿的文人 武汉的 文人呢 其实不止 做人得有底线就够了 不要追求什么封骨啊 身段啊 那个没用处 尤其现在时代不一样 真的要为国捐区 不一定要文人 会计师呢 大律师呢 医生呢 那个不是文人 那个要不要有封骨 广是要求文人封骨 平时文人钱又挣的不多 又受排挤 又常常受迫害 这不是拿文人来开算吗 开刷吗 对 这个干嘛呢 是不是 所以不要当文人 要当文字商人 这最好 哎 这家伙世界观啊 真是彻底颠覆我们 我败我败 不同意见 不是 哎 这就是说 确实不能要求文人去这个献身 是吧 但是呢 可以要求武将去献身吗 这个没问题 对吧 他是兵嘛 对啊 你拿的钱就是要献身的 对 文人拿那么丁点钱 你叫我献身干嘛 所以说了 就是因为不愿意献身 才当了文人 其他的专业的人士 为什么不献身 没错 没错 我们这么要求文人 主要是因为 看玩笑 主要因为这个文人 从来很少封骨 很多也有封骨 但是我跟你说 有一个人 你某种意义上讲 他既是文人 又是武将 这就是最近的这个张领甫 很伟大 你觉得伟大 我们解放军少将可说了 没那么伟大 现在这事 我觉得他伟大 你觉得他伟大 小田好像也崇拜他 主要是因为 我对他很感兴趣 模样是吗 我可以让你一吟一下 看看咱们张领甫 张领甫 就说 国军的将军 你觉得帅吧 太帅了 但是你再看看 没当大官的时候 什么模样 你再看下一张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我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呀 那个时候上了北大 然后气比从容 他一开始到河南 想去参军 人家还不要他 嫌他个错太高 容易暴露 然后才南下到了广东 你说身材高大 这女孩多喜欢 北大历史系的 这张没照好 又是黄浦军校的 你再看下边 你看 戴上美军的钢盔 这不一样 是吧 当然了 对有 有点 想争执吧 你知道他这种好看 我跟你讲 小田 我觉得有种上的问题 他是陕西长安人 对 我让我想起 陕西好多帅哥 就是那个 米纸的婆姨 隋德的汉 他跟这个刘志丹 一块上的黄埔军校 你觉不觉得 他的眉眼 有点像刘志丹 就是刘志丹 也是好像这么 类似这样的眼睛 他们那出这种帅哥 你看这 重庆也有这样的帅哥 是吗 别美化你们重庆 像黄晓明 黄晓明 你再看下边 这是在哪 这是他最后一个妻子 王玉玲 大美人 有人说他娶几个老婆 都挺漂亮 你瞧 郎才女貌 看见这个小田是醉了吗 没没没 看到这个就没什么感觉 民国女子总有气质 你再看下边 但是你就看看最后的下场 也是让人唏嘘 这是王玉玲和他的儿子 他儿子不是跟山东 那个村的农民 发生了一些争执吗 就是说他父亲的遗骨 可能埋在那个羊圈里头 然后他要验尸 然后农民说要给20万 但是后来农民也不承认 这就是这个说 当年你看就击毙张灵府的地方 这就是那个羊圈 说传说埋着他的这个 现在这个事 就涉及到跟张灵府的历史评价问题 我发现这个 我军方就是有个少将 叫徐燕 他发一篇文章 就说张灵府没那么伟大 说是抗日名将 但是他在抗日当中 是个中级指挥员 说还谈不到指挥 多么大的这个战力 市长 团长 不 他那个松湖会战是团长 武汉会战是旅长 然后呢 指挥那个 那个后来那个常德 跟那个解放战争的时候 已经是市长了 其实子师嘛 师了 已经带几十 十几个市 四十五万人 归他指挥呢 好 他这个 为什么我说他有文人这一面 你说他这个写字啊 你觉得 他写的书法写的特别好 民国的人的书法 个个都建的人 挂起来 不会难看 不会丢人 他知道有一段说 他那个就是 他不是把他其中一个妻子 就枪杀了吗 刘台湾吗 对 让他去那个南京去投案 一路上他钱不够 就靠卖字 卖字凑钱吃饭 然后到南京去 没错 就说明他字写的好 对 他杀的这个 他的这个老婆啊 应该是第二个 对 第二个老婆 叫吴海兰 这一直就说啊 这件事上就说 他个个人道德上 有这个污点 啥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老婆呢 老是跟他要军事情报 跟他要文件 在他家里常常有文件 失踪 不翼而非 问他 他老是不说 就怀疑这个吴海兰是间谍 所以这就像宋江怒杀炎婆戏 宋江把炎婆戏干掉 可是他还是忠义堂大哥 瞎不掩瑜 你看宋江怒杀炎婆戏 他这个比方啊 很有意思 因为呢 实际上他说的这个死因呢 是有争议的 一直有两大派 一派是张良甫的部下 一直到王玉玲 都是说呀 实际上是因为这是个地下党 就说这个吴海兰啊 拿了他的文件 然后他问他 但是呢 另一派的人不承认 说没有这个可能性 实际上他就是因为吃醋 就是因为吴海兰呢 在西安跟一个别的军官呢 看电影 就是给戴绿帽子嘛 他就这个杀 吴忠兰呢 都有可能 所以我就说你举的这个例子 让我想起来啊 宋江杀炎婆戏 也是两个 也是一方面因为这个炎婆戏啊 这个女的不正派 不正经 对吧 另一方面也是最后 炎婆戏在宋江的公文袋里 把宋江的那个公文 拿了不还他 已经宋朝了 一千年已经不可考 而且要知道这个张灵甫 他是学历史的呀 最后这个故事 反正乔顿也是他自己出来的嘛 说最后要杀他 他的妻子 因为他的妻子 跟那个什么地下党有关系 这个话最早是谁 那个说出来的 就是王玉玲说出来的 王玉玲听谁说的呢 就是听张灵甫说的 后来他的部下这样说啊 都是在那个张灵甫 就是身后了 他们说啊 确实那个人跟地下党有关系 这个所以说不可考了 已经不知道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哈 知道的就是 不管怎么样 他是被判的呀 蒋介石亲自下令 要追究这个事情 军事法庭建 判了他十年 但是最后呢 又把他放出来 戴罪立功嘛 戴罪立功嘛 所以要不是说 北大历史系的 也出书呆 碰见这个老婆之后 赶快翻身 翻身虎传 哦 宋江是这么干的 杀 是不是这路子 但是你为什么觉得 他伟大呢 因为这个抗战呢 这个历史战功 是不可抹杀的 首先在813炮火影响 他松浦会战 作为蒋介石的 DC主流部队 第二 长德会 武汉会战 长德会战 长沙会战 恒阳会战 这都明白着呢 这个黑白的事实 黑白分明 而且他没功 谁有功 我问你谁有功 这谁打的 这些战役谁打的 不就他打的吗 不是咱就这么说吧 他即便是个士兵 那也是抗日有功啊 对吧 甭说是将军了 而且呢 他我觉得 他这个命运呢 很有意思 这个人 就是过去有句话 叫瓦罐不离井上破呀 将军难免镇前王 就说这个将军 你的最后这个死啊 而且他这一辈子 他老负伤 我发现他一个特点 他真是遍体鳞伤 枪连弹 他从最早 就是因为他太勇敢了 腿都瘸了 身先士足 北伐 包括蒋介石 那个时候军阀混战 几乎每一次战争当中 他都受伤 但是一直都没死 人不是有那个 有一个笑话吗 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军官 很多时候都是 打仗的时候 都是什么跟我冲 但是很多 其他的一些就是 给我冲 跟我冲 他就是说 跟我冲的那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过去有个历史学家 这个黄仁宇 他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也在部队里边 后来他就总结 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军队太落后了 他这个军队落后 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咱们军队的 这个意识 意识形态 还是三国演义 还是水湖传 所以更多的就是说 连长 大哥 大哥往前冲 他说为什么 咱们抗日战争 死的将军特别多 就靠张子忠这些人 大哥冲上去了 或者大哥死了 这方人就全跟着冲 身先士卒 身先士卒 你要一崩溃啊 那真是散兵 将找不着官 你要打仗 你自己数个典范 不要叫别人的儿子上前线 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 没把不让前冲 大哥要不往前冲啊 敌人一过来 整个全线崩溃 就一溃退千里 所以就靠这个打仗 因此我就说 你看这个张灵甫 到最后 我就觉得他这一辈子 总受伤 但总是大难不死 但是在孟良顾 这就说到这个 到底是怎么死的 到底是被击毙的 还是自杀的 这个当事人应该有的还在 他自己不说 那么以后就成了个悬案 但是不管是被击毙 还是自杀 他是有个遗书 是写给蒋中正的 在最后的时刻 写了遗书以后就死了 但是现在又说 那个遗书不是也要 也要去辨别一下真伪吗 对不对 那个也应该在台湾 在那个博士档案馆 可以查得到的 当时当时的兵荒 有人说不是自杀 就是说解放军 杀红的眼睛 觉得他还强抵抗 他四十七四 那么一 七十四 攻进去 就一个小的排长 解放军一个排长 把他给毙了 这个是当时毛泽东 陈毅通通都不知道 后来还把他 罚了个禁闭 这个说法比较可靠 这位排长英雄 如果现在还在 八十几岁 看了枪枪三人行 不妨马上给我们斗总联系 这事情说清楚 不用了 斗总从来不主张说清楚 好像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小天说说说怎么着 我说刚才陶杰老师讲那个 我觉得也是个人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好像是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的 就是说当时呢 其实就是素玉部队 当时呢有下命令 是要活捉张领府的 但是呢可能抓了之后 就被下面的一个这个 比较基层的一个这个小小小干将 就给他杀了 杀了之后呢也不敢报 好像是分几次 报给这个共军这边的这个上头的人的 第一次呢就说他是自杀的 那么既然说自杀了 那中共这边也说自杀了 那国民党当然更宁愿相信他是自杀的 那么后来呢又有人出来纠正 说其实不是自杀的 是被我们给枪杀的 怎么样子 那后来的话呢 就纠正过来成了被击毙的了 但是呢不管怎样 我觉得哈 有一点可能是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的一点 是什么呢 不管他是被枪杀的 还是说是自杀的哈 但是呢有很多事后的文件显示 其实在那以前他是顽强抵抗四天 那么在这四天以前 他就知道是不行了 他那个绝笔书 究竟是不是他自己写的 虽然说现在也还不是完全的确凿哈 但是呢其实他是有机会撤退的 至少他个人 他是完全可以撤走的 但是他没有走 因为援军没到 援军是一方面 对李天侠那边对不对 讲他们是因为有个人恩怨啊什么的 不愿意去帮他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人长太帅还是不太好 你看 李天侠吃醋了是吗 那你说你为什么迷张灵甫呢 我不能说叫迷他 我觉得因为他身上 本身这个人身上就有很多迷嘛 一开始就是这个 到底他那个妻子 到底为什么被他杀呀 还有就是他自己怎么死的呀 然后包括他自己跟很多 比如说跟蒋介石的关系 虽然说他的这个军衔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蒋介石可喜欢他了 真的就是爱将啊 蒋介石是抱头痛哭啊 听说他的死讯 而且他当时被判十年也是 这个给他破例啊 让他出来 蒋介石跟谁抱头痛哭 自己 自己抱 仗打他下边的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军长 当时一个什么人 把他打得满脸是血 就是说你害我丢失一个爱将啊 这样子 而且我还我喜欢张灵福哈 还有一点哈 对 说说说说 我是特别欣赏他有一点什么呢 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在网上 或者以前一些书上看到的是什么 也是这个王玉玲 他后来就描述的说 虽然说跟他在一起夫妻啊 只有两年时间 但是呢 这两年王玉玲 一直生活的是无忧无虑 他的丈夫要到前线去打仗了 临走之前 王玉玲帮他收拾这些行装什么的 是哼着歌帮他收拾的 完全没有那种担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张灵福完全没有把这种恐惧 这种情绪传染给他的这个年轻的妻子 哪怕是他到了前线 他写的家书 从来不讲战事 都告诉他啊 天凉了 多穿点衣服 家里的花 你是不是应该移到家里去了 或者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种举重若轻啊 你知道这就是老夫少妻的好处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两人岁数差特大 17岁 所以你嫁给我们老男人呢 就我们懂得呵护 不会让你们承担很多 不会跟你们讲那些很这么深奥 你们那个年纪不懂得的大道理 没错 那我就没有经历过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读书读到张灵福的这种魅力 女人总是喜欢浪漫 你不会喜欢林绝敏 他写这个语期 确别书 女绝生觉得不好看 张灵福这样 呵护妻子 这就对了 暖男呢 又是战将 这玩意儿啊 你有人说那个乱世 你怎么这个妻子毫无国家观念 你应该问张灵福 这个夫君 你杀了多少日本鬼子啊 今天杀了五十 好 应该这样 对呀 他就是小女孩嘛 在张灵福眼里 当然你 他也杀了妻子 这玩意儿也是 人有的时候性格啊 你确实很难说的 但是呢 像这样一个人呢 这个哎 我找到材料啊 权威材料 今天就在咱们这 强强三人行 给大家讲清楚了 张灵福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就找到几份文件啊 最有参考价值的 第一份 是1947年5月30号 华野的陈毅 素玉 谭振林等人 联名致电中央军委的电报 这个电报里说 在解决战斗的时候 六纵特团副团长 何凤山 当场击毙 张灵福 就说这个何凤山 走进张灵福藏身的这个洞啊 石洞 然后呢 就当场击毙 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第二份文件 是1947年5月29号 也就是刚才那份文件的前一天 陈毅啊 陈毅批评华野当中 存在的杀俘虏的这个现象 陈毅就提到说 重伤兵杀俘虏 不老实 这是公开对党进行欺骗 违反政策 张灵福是我们杀的 但是你们的报告却说是自杀的 我们就是骗了党中央毛主席 你明白吗 这一度就是说 是打的 但是为什么又报自杀 这个两份文件里面说法就有这个矛盾 啊 然后呢 有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 就说是不是说大家提出来的是冲上孟良谷 活捉掌灵福 结果给打死了呢 他们有点害怕 就报他是自杀 但是 完成不了任务 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好像也不是特别有利啊 还有被自杀的老祖宗 怎么讲 被自杀 然后第三份文件 是一个华野政治部内部所编的一个蒋军74师调查研究 这是在孟良谷战役结束之后啊 组织了20多名得力的干部 这个调查完成的 这份材料呢 你看啊 按说已经比陈毅讲话还晚 可是呢 他还是采取的这个什么说法呢 自杀 最后他说啊 全坚该晚与孟良谷 除张灵府蔡仁杰等自杀 及战斗中击毙7000余名外 其官兵5000人细数被俘 所以根据这个最后一份的这个材料 又说张灵府是自杀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唯一能找到这个三份历史材料 你相信哪个 但是呢 有一个据说华野当时的验尸报告 就说这个子弹呢 是从左后脑还是右后脑打进去 从这个下河这个地方传出来 后面开枪 那么像不像是处决 这像不像是从脑后开枪 像不像 不像自杀 我不相信自杀 后来自杀是有人推诿责任 那边是把他美化 杀身请成人 应该是兵荒马乱的时候 不知道被谁干掉 但蒋介石高兴自杀 蒋介石这个人 就爱让他的部将自杀 不成功变成人 他有这个情节 对 你看他在日本受过训呢 蒋介石 他弄那个中正剑 就是干这个的 说你们 哎将军要能自杀一个 我跟你说 他对他来说 当然他是抱头痛哭 但是另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榜样 受了日本武士切伏精神的影响 是 他后来还经常拿那个张领甫做例子 他一生气就骂他的那些手下部将就说 张领甫都知道自杀 你怎么就不知道自杀 没错 没错 他这个这个人 蒋介石这个人 你觉得有点 是不是有点日本武士道的东西 因为他上东京上的是日本 东京士官学校 他受日本浪人 那一代的就是革命的先辈 包括孙中山同盟会那个时候 是受日本人的精神很大的影响 他在西安事变被俘的时候 也曾经后来对这个宋美龄说 本来有自杀自想 但是有有人说你老蒋常常叫人自杀 你自己嘴巴说你自己想自杀 对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拿这个枪对着自己呢 还有人跟他说这样 对啊 是啊是啊 所以这不好说 可能说我比你们都重要 我比你们都重要 可能有很多部下说 没有你更重要 因为你这个指挥不当 你不会打仗 也不会用人 汤恩伯 什么顾朱同 都不会打仗的 胡连 这个那个 张领埔算是会打仗 他是诸葛亮 他可以斩马素 别人可以斩他 是 你要说这个蒋介石这个人啊 就过去老说他这个解放战争啊 为什么都打败了 就说老挑剔他一点就是说他瞎指挥 老是越级嘛 越全指挥 可是你知道他这个内部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 到后来到了台湾之后 他们还组织了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 就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老蒋就说啊 说你们去查查这些电报 说我瞎指挥 哪一个不是在前方的将领 他越级请示我 你明白吗 他们就这种关系 就是说他问我怎么办 他说我能不回吗 他像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里边 一拿起电话就见军同志 对对对 他这个你看他本身就有这种关系 就像咱们公司里好多人 比如他直通老板 这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办法 对不对 就是我越过中间很多中间 我直接奔了老板 那你说老板能怎么办 第一他优柔寡断 不然就是想故意邀功 这个是这种作风是不行的 要你在前线 你是旅长也好 团长也好 你自己当机立断 我老讲那个时候在南京 或者在重庆 我怎么知道前面 前方杀成怎么样 所以这不然你上黄埔军校干嘛 黄埔军校是培养独立思考的 什么都要打电话的 给大老板请示 对对对 我要你干嘛 好像一直没毕业 一直在学校 枪枪三人行广告直播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朝的那些皇帝就愿意我们自己把我们这方面的史书拿出来 给那个袁崇煥给平和反的话 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大罕见的 张灵甫有什么平反的问题呢 张灵甫前些年中央领导人把那个纪念章 抗日的什么荣誉章就发给王玉玲了 当时胡主席亲自接见王玉玲 对啊 73年的时候周总理他们就请王玉玲回大陆来 这都是某种承认啊 这某种而已 历史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清 扑朔迷离真的 但是我个人我觉得张灵甫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当时啊 你问问你爸爸 那看是为什么呀 如果真的是这个政治立场不同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文革以前 你政治立场吗 你所合的 讲张灵甫的电影就有一个叫红日 没错 原著小说叫吴强 根据这个小说拍出来 红日一拍出来文革的时候马上打为独草 你把张灵甫怎么拍得这么英勇 你这个镜头为什么在下面往上照 英勇吗 有有有 后来一个演员都很惨的 为什么你这个镜头不往上 为什么从上面往下照把它拍得渺小一些 要俯拍不要仰拍 你这个导演是不是心里同情 支持国民党 是不是通过美化张灵甫的形象 希望老蒋打回来 哎呦 那个时候那个大批判的差 不过王玉玲后来也说 他说那个演员比我的丈夫差太多了 完全没有我丈夫帅 他说的是李优斌 李优斌这个后来又翻拍了这个电视剧红日 然后呢 李优斌演的这个张灵甫啊 就叼这个大烟斗 后来王玉玲就不高兴 说我丈夫从来不抽烟 而且我的丈夫比你李优斌帅多 我丈夫不是坐三雕 对对 其实王玉玲你看他这些年的话 其实和这个大陆这边关系蛮好的哈 我看还有说什么 他通过他在中间怎么做一些工作啊 什么的 帮助共产党收回了在台湾的两栋啊 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两栋大楼的主权 产权还是什么的啊 其实我这个说这个张灵甫 他们老说张灵甫啊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有勇无谋 就是认为他这个就冒进 比如说七十四师 固守孟良固 他这个妄图啊 就是自己让解放军包围 然后等着友军过来之后 再来个反围间 就是太鲁莽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 其实张灵甫就是当时抗美援朝啊 美军发现的一点 美军就发现了 很容易就被共产党包围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不用慌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 健康新概念 张灵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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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灵甫